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新星,全红禅在今年的亚运会上夺得了女子十里台的金牌,展现了她出色的实力和潜力。 不过,全红禅并不是一个只会埋头苦练的运动员,她也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,喜欢享受生活的乐趣。 今天,她就和她的两位队友陈奕文、王宗元一起回到了她的家乡广东,为一家赞助商进行了一场线上直播,向网友们展示了她的另一面。 在直播中,全红禅和她的队友们坐上了一艘小船,沿着湖边游览了美丽的风景。 这对于全红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体验,因为她平时都是在泳池里训练,很少有机会接触自然水域。 她和队友们非常开心,还尝试了从湖里打出来的清凉的水,感受了湖水的甘甜。 他们还向网友们介绍了当地的特色食物和风俗习惯,让网友们也能感受到广东的魅力。 不过,直播中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全红禅的新造型。 主持人给全红禅送上了一件特别的礼物,那就是一个硬有乌龟团的毯子,可以披在身上,像披风一样。 全红禅很喜欢这个礼物,立刻就把它披在了身上,并且把毯子上的帽子戴在了头上。 这样一来,全红禅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乌龟,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她。 全红禅也很开心地展示了自己的新造型,虽然有些害羞,但是也很享受这种萌萌哒的感觉。 网友们看到全红禅的新造型后,都纷纷留言称赞她太可爱了,有人还说她是萌翻天的乌龟公主。 全红禅在直播中不仅展现了她可爱的一面,也展现了她认真的一面。 她告诉网友们,她和队友们只是回家乡短暂地放松一下,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和责任。 她说明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,有市井赛和奥运会等大赛等着他们,所以他们要好好准备东训,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和状态。 她说她希望能够在明年为国争光,给球迷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快乐。 全红禅的直播让网友们看到了她的多面性,既有运动员的拼搏精神,也有女孩子的可爱气质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,传递了正能量和快乐,赢得了网友们的喜爱和支持。 我们也祝愿全红禅能够在明年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,为中国跳水队增光天才。